字幕志愿者 李健勤 又是德仙山基徵班 我是民主動力的李健勤 今天在我身邊 就有Brian 其實Brian也來過我們的節目 他就是 城市大學社會科學部的講師 方志恒Brian 歡迎你 今天Brian就會跟我們講一下 香港民主的未來 其實我們德仙山基徵班 之前也做了幾集 其實也講了很多香港民主的一些背景 需要發展民主的條件 一些香港民主的歷史 其實我的感覺就是 我們講了這麼久 香港其實真的好像具備了很多 香港應該可以發展民主的條件 包括我們有個好的法律制度 我們香港人的經濟條件比較好 資訊相對流通 而我們的城市都比較富庶 但是去到這一刻 但是香港民主的發展 進度好像仍然不是那麼快 都未有普選 其實問題究竟在哪裏 你覺得 我想好像你所說 我們之前討論都提過 香港本身要具備一個客觀的條件 去殺人一個民主的制度 我們有好的法治制度 成熟的公務員體系 一個很司法的獨立的制度 經濟也很發達 所有這些制度 其實都已經可以確保到香港 如果殺人民主政治的話 應該是可以很暢順的 所以香港為何到今時今日 都未有民主呢 就不是因為我們條件不夠 而是實際上是有一些阻力 或一些限制 令到香港的民主化 的部分都面對著很多的障礙 我想在香港民主運動 過去20年的歷程中 我們很清楚看到 其實阻礙香港民主化 其實有三個大的限制 我們稱為三座大山 我想第一個因素 是中央政府的一個比較保守的態度 這是一定是很重要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在基本法底下 其實香港是一國兩制孤獨自治 但是在政制問題上 香港就不屬於香港自治的範圍 因為中央會認為 對那個政制發展 對那個政治制度的構成 北京應該有一個最終的決定權 而大家知道 在現在的政治現實底下 北京政府基本上 仍然是一個一黨專政的威權政體 它對西方的民主理念 都是相對比較保守的 所以在這樣的因素底下 在一個框架底下 其實香港要在一個獨裁政體底下 去爭取民主運動 一定是先天上是很困難的 這是第一個現實的客觀環境 規限住香港 第二個問題 就是來自商界的反對力量 也很重要 如果我們看回外國很多經驗 其實外國的商人 或者是所謂的資產階級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是 民主運動的一個助力 他們會參與民主運動 資助民主運動 希望為工商界去建立一個 在政制事務的一個發言 但是很有趣 就是香港就不是這樣 香港的工商界就不是助力 而是一個阻力 這跟香港的過往歷史的關係 在殖民地年代 商界已經在香港的政制上 有一個很特殊的地位 被吸納入殖民地的政府的體制裏 建立了一個 跟港英政府之間的一個政商聯盟 他們本身已經有很多渠道去影響 或者參與政府的施政 他們不會覺得有需要 是去透過建立一個民主政制 他們才拿到一個發言權 反而他們會覺得 現在香港要搞民主 民主派要搞民主 市民要普選 其實是衝擊他們在政制上的優勢 正安於嚴重 反而他們會成為一個很大的阻力 就是令到香港的民主運動 有一個問題很難前進 因為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為什麼香港的民主運動 力量一直都不夠 其中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的資產階級 是不支持這件事 它是一個阻力 那第三個一個限制 我會覺得就是 香港有一個相對比較溫和的大多數 或者一個沉默的大多數 叫做靜靜大多數 意思是什麼 就是香港人 我相信絕大部分香港人都支持民主 亦都希望快點見到普選 這個相信是無可置疑的 在這麼多次立法會選舉 你看到泛民基本上都拿到很穩定的 拿到六成的選票 大部分的民意調查 你看到香港人支持是盡快有普選的 那麼這個是香港人是 希望見到民主是一個無可置疑的 但問題就是 在香港的特殊環境下 雖然很多人會是願意支持民主 但是你說會不會有很多人 會不會有很多人 願意是犧牲自己的一些時間 去參與民主運動 甚至是支持一些比較激烈的群眾運動 去抗爭呢 其實又不是那麼多 這個就是跟香港的一個特殊的政治環境有關 就是我們雖然沒有民主 但我們有自由有法治 這是在很多世界的地方都見不到的情況 因為很多國家沒有一個民主制度下 很多時候政府都是一個獨裁壓迫性的政府 很多貪污問題 很多壓迫人權的問題 所以就會激起很多民眾 就會起來去抗爭去反抗這個政府 但是在香港的情況 雖然我們政府不是普選產生 它不是民主 但它又相對是 都維持到一個自由的體制 一個法治的體制 市民就沒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迫切性 就是說現在真的要跟它死過了 不過你問我要不要民主 我當然要 但是你要我犧牲很多東西去參與民主運動 又未必適合 這個那麼有趣 我們叫一個溫和的大多數 或是沉默的大多數 就令到香港很難會出現一些很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換言之就是說 如果我們用學理上面的說法 就是香港沒有一個持續進行一個大型群眾運動的空間 我們很難會見到香港的民主派 會有很強的一個群眾的基礎 其實阿Blaan跟我們說 就是阻礙香港民主發展 有三座山 第一座可能是中央的因素 第二座就是工商界 第三座可能是相對於溫和的一個市民 我不如逐座山說 第一座山就是中央的因素 其實現在香港回歸了 大家都知道 受到基本法的限制 變成我們要去推動普選的時候 變成五步曲 中央只要不肯 基本上五步曲不能走到 如果我們說要 尋回法律來說 中央這個因素 就不可以忽視 但是大家都知道 現在中央在香港普選問題的時候 大家都感受到就是相對保守 我們要走快一點 又未必得 但是香港人民主的訴求 大家都覺得很清晰 在選舉裡面都反映了 香港人對於民主的訴求 問題就是 如果我們要推動普選的時候 中央這個因素 怎樣可以能夠令到它成為一個助力 而不是一個阻力呢 你覺得 其實如果在學理上的理論 講民主化理論的時候 一般的說法就是 一個地方如果要實現一個民主的改革 建立一個民主政制 其實一般有三個路徑 第一種就是一個所謂 至上而下的改革 就是政府本身自己 政權本身自己 他原本是獨裁的 但是基於某一些現實的原因 他願意開放的政制 例如80年代台灣的總統蔣經國 他在他小小之前開放了黨禁報禁 推動了台灣的一個民主化 這是第一種的方式 第二種的方式就是一個 所謂至下而上的一個改革 就是出現一些人民的革命 例如1986年 菲律賓的一個人民力量的運動 近年一個 東歐的一些國家 例如加魯吉 那些顏色革命 是人民來推動政府建立民主政制 第三種就是一個所謂上下互動的過程 就是政府和民間的一個反對力 兩個民主派 透過一個談判 既抗爭又談判的方式 逐步實現民主化 我們如果將這個理論套入香港 其實我們可以說 結合我們剛才所說的三座大山 就是在香港其實很難出現 第一種和第二種的情況 第一種 就是所謂至上而下的改革 在香港基本上很難會發生 原因就是第一座大山 中央本身是保守的 它對民主政制是保守的 再加上商界它也是建制的一部分 他們也都是對政改的民主化是很保守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而中央和商界本身是一個很緊密的政治聯盟 他們是不很願意開放民主的選舉 所以我們很難會幻想或者期望 建制是會自己推行一個至上而下的改革 所以第一條路基本上是很困難的 第二條路呢 如果你說要在香港搞一些至下而上的革命 或者群眾運動 透過發動一些很大規模的群眾抗爭 就是逼中央和商界去接受一個民主化改革 這個也很困難 這個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有第三座大山 就是市民是雖然支持民主 但是相對溫和和保守的 不是很願意去參與或者支持一些抗爭 激烈或者群眾運動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要出現一個至下而上的一個民主化改革 又會很困難 結果就是第一條路是很難走 第二條路也是很難會實現的 唯一的一個方法就是 香港如果要實現民主化 就只有第三條路了 就是一個上下互動的一個過程 就是民間的力量 民主派去爭取普選 而建制的力量 中方也好 政府也好 商界也好 透過一個談判和抗爭的方式 去逐步實現民主國家 我想在香港就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我們很難會期望出現一些很浪漫 很大規模的群眾的運動或者一些革命 也都不會出現政府自己開放的政制 只有我們就是採取一個很現實很務實的態度 就是寸土必爭 就是我們不能夠期望一次過 就可以立即實現一個民主的政制 而是只能夠在每一次政改的一個討論的機會裡面 民主派都盡量去爭取民眾的支持 去給一些壓力政府 然後再透過一個既抗爭又談判的方式 在這個制度裡面 逐步逐步去打開民主空間 逐步逐步去令到政制的民主成分提高 用一個寸土必爭的概念 才能夠在不久的將來 逐步逐步實現香港的民主化 但是如果你覺得可能要走一條中間路線 即是溝通鋼爭路線 但是由上而下剛才提到 第一座山政府中央 和第二座山商界 其實他們都可能不太想推動普遍 或者不想太快 但是當我們說要走第三條路線的時候 都是牽涉到其實政府或者商界是怎樣想的 即是如果政府和商界根本都不太有意欲去推動普遍的時候 而我們要跟他談的時候 有些人就會覺得有什麼好談 其實他都不給你的 跟他談有什麼用 都是逼他騙的 其實你又怎樣看呢 所以這個當然 所謂第三條路一個上下互動的過程 就不是我們就這樣跟他談 就這樣跟他談 他不會因為這樣而向你開放的政制 所以所謂一個上下互動的過程 其實是既抗爭又談判的一個方式 就是當政府或者中央或者建制 他見到社會上很大的訴求 他感受到一個壓力 而他要為了維持他自己的政府的管治 不希望出現動亂 他就有一個妥協的理由 他就有一個空間可能會作出一些讓步 而過程裡面民主派也都願意作出一些妥協的 不是說要一搏到位的 而是寸土必爭的去做 那就可能有機會出現一個共識 我們看過去剛剛討論2012政改的時候 其實正正是這個情況 就是你會見到過程裡面 中央和商界當然不是很願意讓 比如好像在過程裡面 民主黨普選聯提出一個 一人兩票的方法 最初都一定是說 這個違反基本法 違反人大的決定 他們不是很願意再讓那麼多一個直選的空間出來 但是他們後來看到社會的形勢 是有很大的壓力了 民主派又運用了他們的否決權去向政府施壓 政府為了要保持 中央和政府為了要保持香港的管治的穩定 最後他們都作出一些讓步 而過程裡面民主派也都採取了一個比較現實的策略 就是知道一次過要爭取整個普選路算是很困難的 但是我們至少實現了一人兩票的方案 都有一個很大的進步 原意都作出一人兩步的情況 結果出現了一個共識 當然有很多人可能會覺得這個進步是不夠的 但是問題如果我們現實一點 客觀一點看 就是透過這次的一個共識 建立了一個一人兩票的方案 始終是令到整個政制的民主成分是大了 在香港 因為面對著那三座大山的現實情況下 我們很難出現一個一次過解決普選問題 用這種方法既談判又抗爭的方式去逐步實現一個民主法的改革 我相信是香港唯一的出路 即是如果要互動的話 我們一定要令到第一和第二座山 即是政府和商界都要有一個動力 就要去推動普選 即是縱使他不是那麼想都好 我們都要給他動力 這個動力很多時就是來自於人民 即是如果人民有一個很強的訴求 如果政府在商界死都不放的話 那就可能會影響社會穩定 但是有個吊詭的地方就是 剛才你也提到 你說香港人又可能相對保守 即是不是那麼接受用一種革命的形式 或者要犧牲自己很多的形式去爭取普選 這個就變成了好像一個局 如果政府又不是那麼想 但是香港人又不是那麼激 是否真的可以促成這個互動 或者要促成這個互動的時候 即是市民要激 是否要激到搞革命那種激 還是要另一種模式 是 我想這個當然的而且不容易 民主派在政治上有很多現實的限制 但亦都不是代表民主派沒有一個能力 是給到中央壓力的 一定是有的 我們看看過去一段時間的政治討論 第一樣我想民主派很實在的一個壓力 給到政府就是 它有一個政改的否決權 政府要通過一個政改方案 始終要在立法會獲得三分之二的票數 即是40票 民主派有超過二十幾個立法會議員 可以透過運用這個否決權 一定是給到很大的壓力 除非政府是不想過這個方案 如果他想過的話 他一定要盡力去爭取民主派 一大部分民主派的支持 才做得到 這個中間就有一個談判的空間 這是議會的壓力 這是議會的壓力 當然 另外的就是來自公民社會的壓力 雖然我們會見到大多數香港人是溫和保守 未必支持很激烈的一些群眾的運動 但我們會見到近年 其實社會的矛盾也都越來越大 社會有很多時都出現一些比較激烈的言行 或者未知行動 至少言語上都可以很激烈的 某些政黨或某些社會運動的朋友 你會見到其實社會有一些激進化的趨勢 我相信這個也是給到很大壓力 中央和特區政府見到的情況 原來你再寸步不讓的話 社會可能會進一步撕裂 政府會越來越難管治 在這種情況下 它就會有一個誘因 有一個空間去作出一些讓步 即是我們透過議會上的否決權的壓力 再加上社會上的一些公民社會的運動 兩者去結合出來 就可以給到政府一定的壓力 然後民主派再透過這兩個壓力的 這兩個所謂籌碼的支持之下 再在談判桌上寸土必爭 去爭取一些民主國格的空間 結果就可以做到一些實質的進步出來 其實香港人可能相對於溫和 但是香港人是否完全不會參與 因為以往回歸之後 我們說七一遊行 那時因為23條的緣故 其實那時也有50萬 有些人覺得那次不止50萬 其實當有一些問題出現的時候 香港人真的會站出來 那次都被政府很大壓力 令到23條都要收回 去到今天都不放上來立法序 其實香港人你說它溫和 又不是的 可能就是去到某一個地步 它又會站出來 其實你怎樣評估現在這個狀態 但你剛才阿布蘭都說 當社會的問題矛盾越來越多的時候 或者大家看到制度越來越多問題 或者我們之前都提到的功能組別 這個怎樣不公平 怎樣去維護既得利益 怎樣去剝削市民的利益的時候 這個可能在市民裏面 其實大家越來越了解 越來越清楚 會不會都去到某一刻 當然現在可能還未爆 但是假以時日 有一天就會很快爆出來 給到一個政府很大的壓力 其實你覺得這個機會是否存在 我想隨著時間的推進 我相信會願意比較主動去參與民主運動 支援民主運動的市民一定會越來越多 原因是因為新一代的年輕人 我們所說的80後或90後 他們成長的時期 已經看到回歸之後很多的管治問題 他們會比他們的父母 上一代更加支持民主公義的理念 只不過現在這一刻 他們在社會上還是少數 而大多數的市民仍然還是溫和 或者是保守一些 所以才未見到一個 立即有一個很大型的社會運動的空間 立即出現 但是我想隨著那個世代的交替 你會看到市民對民主運動的熱情 應該會越來越大 這個換言之 對政府或對北京對商界來說 它要維持它現在這個管治制度的成本 或者那個難度是會越來越大 原因是因為社會在改變 市民越來越希望快點見到有普選 在這樣的情況下 商界和政府要維持它現在這個管治體制 會變得越來越困難 而民主派理論上 隨著將來那個談判的一個空間 或者市民對民主運動的支援 應該會越來越多 其實剛才提到其中一個就是議席 在立法會裏面 即是泛民能夠保住一個否決權 這個很重要 沒有否決權可能在制度裏面 或者議會裏面 就給不到一個壓力政府 去推動民主化的政改 但是現在大家都可能在政改之後 都感覺到就是支持民主的朋友 其實對於爭取民主的方法 都可能有不同意見 你剛才提到三個方法 由上而下 我們又很難期望 今天的政府會和我們主動去推動民主 由下而上 有些可能覺得 面對這個這麼不適的政府 真的要用一些激烈的行為 去抗爭去爭取 去推動一個激烈的改革 令民主快點來到 但是另外一些市民又可能會覺得 真的要中間了 我們要用一個互動溝通 另外也要抗爭的模式 但是現在很多時候大家感覺就是 好像出現了分歧 就是你用激烈一點的 或者你用一個溫和一點的 那大家好像變成水火不容 那這個會不會都構成一個 我們說的第三座山 我們這個會不會都是一個 阻力令到民主力量不能夠 團結去推動到普選 你覺得嗎 所以過去一段時間出現了 民主派一個空前的分裂 其實的確是一個 很令人擔心的趨勢 但我覺得如果大家拋開一些 理念上 或者是一些所謂道德的原則 我們很現實去看問題 在香港真的很難 會一次過實現一個民主化 我們只有用一個 所謂多元的策略去爭取 就是既有議會路線 我們有一些朋友 有一些政黨 在立法會透過運用的否決權 透過議會的質詢去辯論 給壓力政府 亦都有些朋友 他們是公民社會的朋友 可能他們在社會上 做很多一些公民社會的運動 社會運動 給壓力政府 亦都有些朋友去談判 去做溝通 去做一些政改方案出來 在輿論上給壓力政府 我相信就是 其實大家是各司其職 不一定是 將某一條路線 和另一條路線 要對立 反而是大家會 在各次工作的範疇裏 發揮得最好 在適當的時候 就會看到那個配合出來 所以大家可能爭取民主的策略 有不同 方法有不同 但你都覺得 大家都要互相理解 有時是 配合多於衝突 這樣才可以凝聚民主力量 令到第三座山 成為推動民主的助力 而不是阻力 我想香港人 都應該要明白一件事 在香港爭取民主運動 一定很困難 而我們最後 香港人到底有什麼籌碼呢 其實就是我們自己 香港人對民主的堅持 每一個不同的朋友 無論你的理念 或者你自己的態度 是怎樣 選擇在一個 你自己覺得 對的一個平台 一個路線去做 在適當時候 就會見到那個 一個配合 一個互相發揮 即是互動的空間 會給到政府 給到中央 給到商界最大的壓力 從而可以逐步去實現民主法改革 嗯 Brian和我們提到 就是爭取民主的策略在香港 其中一個可以考慮的 就是一個互動 溝通的路線 究竟真是實際推動民主的時候 這條路線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面對現在 即是基本法的限制 面對現在這三座山 究竟有沒有什麼 真是可行的方法 可以推動到這條路線呢 我們下一節回來 再跟大家談這個問題 好 又回來我們 德先生基徵班 上一節 Brian就跟我們說到 香港爭取民主有三座山 第一座就是中央政府 第二座就是香港的工商界 第三座就是相對溫和的一個民意 這個可能形成一些障礙 去推動香港的民主 你也提到 就是有三個方法我們可以考慮的 一個是由上而下推動民主 一個是由下而上 用一些激烈抗爭的手法 第三個就是溝通 剛才上一次 Brian就覺得 一個溝通互動的路線在香港 即是你覺得界可取 其實呢 剛剛現在開始市面上 有些人就提推動普選 應該怎樣呢 就提出一個一次過立法 其實可不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 什麼是一次過立法呢 我想其實所謂一次過立法的意思 就是用一個立法的方式 一次過制定未來的一個普選路線 因為大家要知道 就是07年人大決定 其實確定了就是 2017年可以普選特首 如果普選特首在2017實現之後 那就再實現一個 最快2020年可以實現一個 立法會的普選 但是中間其實有幾次選舉 就是2016的立法會選舉 2017的特首普選 2020的立法會普選 那麼中間的普選路線圖 是怎樣 就是怎樣出現這個 最終實現一個終極普選 其實是不知道的 就是那個選舉辦法 而我們剛剛通過了 正確的方法 其實它只是處理了 2012那一屆的選舉 所以所謂一次過立法的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一次過修改基本法 就是這樣的意思 其實我們回想一下 其實幾年前 2005年 我們香港在談 07-08年的選舉制度的時候 即是05年就只談 07-08 去到今年我們談 政改立 都是談 2012的特首 和立法會的選舉方法 就是好像 我們每一次談 都是談 未來的一次 但是聽你說 一次過立法就是 現在就要談定 將來的一次兩次 其實這一個有什麼好處呢 以往就一次過 一次談一次 一次過 現在就要談到目標 一次過談完 其實有什麼好處呢 我想如果能夠實現到 一次過立法的最大好處就是 你盡快解決了 那個政制和普選的爭議 因為我們會見到 其實回歸之後十幾年 特區政府那個施政都面對著很大的問題 管治能力是出現了很大的一個缺陷 就是政府要推行政策的時候 都面對很大的反對聲音 其實這個是跟香港的政制的矛盾有關係 因為那個政制問題未解決 民間存在很大的反對力量 那麼就對政府的施政 實形成一個很大的制爪 那麼一次過立法的好處就是 我們盡快 用一次過立法的方式 解決了未來的普選路線圖 解決了主要的普選爭議 那麼政府就才可以集中的精力 去處理經濟民生問題 那麼對香港的管治 應該是有一個最大的好處 如果聽你這樣說 這個對於剛才說 投影若山對於中央政府 或者特區政府 甚至商界都是好事來的 我們相信 就是中央政府 至少或者特區政府 都未必不會考慮這個概念 原因是因為 因為一次過立法 如果能夠實現 的確對政府的管治 是有很大的幫助 就是我們經常都聽 就是中央領導人 經常都說 特區政府 你應該集中精力 處理經濟民生問題 但現在的問題就是 在現在的政制 不是他不想處理的 而是政制的矛盾實在太大了 社會有很多反對的聲音 政府即使他不是搞政制 他搞其他經濟民生問題 都有很大的阻力 是搞不定的 換言之 你要令到特區政府 可以集中 處理經濟民生問題 其實你最後都要先解決 政制矛盾 只有透過一次過立法 我們將政改的爭議 解除了它 政府便可以將民間 對立的情緒 矛盾舒緩了 政府便可以將力量集中 處理經濟民生問題 我相信 如果我們從一個 為特區政府整體管治的角度出發 一次過立法這個概念 我覺得是很值得 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去考慮 其實我們經常都聽到 今次的政改裡面 我們經常都說 港普選 中極普選 但是 你聽到政府 或者林瑞倫局長 經常都說 政府今次 只是獲授權 正在議員處理2012的選舉 之後的選舉制度安排 他們便不獲授權 只是談一次 但是如果聽你這樣說 一次過立法 其實不是單止談到接下來 可能談到之後 這個是不是真的違法 還是你覺得這個 在法律上其實都是可行的 其實這個概念 是一次過立法普選聯提出 普選聯裡面的法律學者 都做過一些研究的功夫 其實就是 所謂一次過立法 其實我們牽涉到 政改五步曲 政改五步曲這個概念 就是2004年人大的決定提出 意思就是 任何政改的一個 香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選舉辦法的修改 都要經過五步曲這個程序 意思就是 第一步曲就是 特首先做一個報告 就告訴中央 要做一個政制方案的改革 這是第一步曲 第二步曲就是 全國人大收到特首這份報告之後 接著批准特區政府去做選舉的改革 定下改革的大範圍和框框 這是第二步曲 第三步曲就是 政府提出一個政改方案 拿去立法會表決 拿到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的支持 通過的方案 這是第三步曲 第四步曲就是 政改方案通過之後 特首簽署同意 這是第四步曲 最後就是把政改方案 拿回到全國人大批准和備案 這是五步曲 04年的人大決定 提到 任何政制修改都要經過五步曲的程序 但其實他當時沒有說到 這五步曲只能處理一屆 其實理論上 就是在法律條文下 其實五步曲是可以容許處理多過一屆 只不過問題就是 在過去兩次的政改討論 包括07、08的政改討論 2012的政改討論的時候 當時特區政府提交給人大的報告 都只是說會處理一屆 人大接著就是授權去處理一屆 但其實只要在第一步曲 特首去提交報告給人大的時候 是說我們現在要一次過立法 一次過處理未來2016、2017、2020的 整個普選路線圖的概念 接著去向人大獲取一個授權 而人大又決定肯的話 其實特首就完全有一個 在現在的憲制的框架下 他完全是可以做到一次過處理 即是16、17、20的一個選舉安排 所以我們會覺得 這其實不是一個法律的問題 因為法律的框架完全是容許做這件事 只不過做不做到呢 就是一個政治的決定 就是到底特區政府 是否願意一次過處理普選的問題呢 中央是否準備釋出一個這樣的空間 是儘快去解決香港的政制問題呢 那這些東西其實是一個政治的問題 不是一個法律的爭議 其實可以這樣說嗎 如果要去推動這個一次過立法呢 首先的主動權就是在香港的特區政府上 即是如果特區政府在第一步曲 他去提交報告的時候 已經提出一個要求就是一次過 不僅是處理一屆 而是一次過處理這個終極普選的問題 交了給人大 人大如果批准的話 去到香港去制定一個本地立法的一個法例的時候 就可以說到終極普選 就不僅是面前那一屆 所以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 特區政府肯入口 就可以啟動這個本地立法的事情 一次過立法的事情呢 當然我相信不僅是特區政府要接受這個概念 中央也要接受 因為特首提的那個報告 第一步曲拿到中央都要人大批准 他才會拿到一個授權去處理一次過立法 所以我想關鍵就是 怎樣去說服中央和特區政府 讓他們明白一次過立法對未來處理香港管治問題 或者解決普選爭議的好處在哪裏呢 因為我們會見到真是每幾年討論一次政改 每一次社會都是出現很大的撕裂很大的矛盾 那你每隔離你如果用這個做法 就是每一次只處理一屆而已 結果就是你每隔幾年就吵一次 每隔幾年的社會就撕裂一次 那這個對那個社會的矛盾 政府的管治真是很不利的 那我們覺得就是與其 民主法已經是一個大家迴避不到的問題 而人大其實已經定了普選時間表 我們只是未知那個選舉的細節 那為什麼不一次過去處理這個問題呢 如果我們用一次過立法的方式去解決了 民主的普選爭議的矛盾就解決了 那政府才可以專心搞好政府的管治 那我們相信這個角度來講 就是對政府對商界甚至對北京來講 他們應該都要明白那個重要性在哪裏 另外一個大家關心的就是普選 當然一個路線圖就是我們普選的方法 另外一個時間表 那其實你們建議一次過立法 那個時間表其實是怎樣的呢 會不會擔心一次過去到幾時先 那其實你們都看一次過立法 那個時間表是幾時會有普選呢 其實普選時間表就是人大 但是在07年的決定已經定了 就是2017年會實行一個特首的普選 之後最快2020年就會進行一個立法會的普選 所以其實所謂一次過的立法的概念 其實就是在這個07年人大這個普選時間表的框架之下 去制定一個普選路線圖 因為它當時只是一個時間來的 就是2017年特首普選 2020年立法會普選 但是中間的細節是不知道的 例如特首普選2017年選委會的提名門檻是怎樣的呢 大家很關注會不會出現篩選呢 這些是不知道的 2020年所謂的立法會的普選 會不會有功能組別呢 其實現在大家都不知道的 但是如果我們透過一次過立法的概念 就已經有一個清晰的框架 就是未來的特首普選 那個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會是怎樣的 它的組成會是怎樣的 提名門檻是怎樣的 我們要釐清了這些問題 但是主要的政治矛盾就會解決了 2020年立法會的普選 是不是沒有功能組別呢 那個議席的分佈是怎樣的呢 有多少席是地區直選 有多少席是一個全港性的直選 如果我們很清楚 已經看到這些大的 大的一些選舉的框架的話 我們就已經可以明白 香港是真的1720會實現雙普選 而那個框架是真的符合一個普及而平等的一個普選的理念 如果做到這件事 社會上面就不需要再為一個普選問題 有很大的爭押 而政府就真的可以專心去搞好其他經濟民生的問題 如果上次政改就是2012 因為2012剛好也是立法會 也是特首的選舉 下一次政改 就應該如無意外 就是談2016的立法會選舉 以及2017的特首選舉 如果以往普通清 下一次就是談1617 但如果一次過立法 其實是否只是加上2020的立法會選舉 就是2017的立法會選舉 就是2017的特首選舉 就是2017的特首選舉 再加上2020的立法會選舉 其實是否再加多一個 其實不是說很長的 只是一次過 我們現在未知道政府 他接下來的工作時間表是怎樣 但如果根據他以往的做法 就是可能下一次政改 他可能只會討論2016 他都未必是討論2017 2017可能又再另一次去做 到2020 立法會的一個普選 他又再做一次 即可能是做三次 才解決整個路線圖的問題 所以我們覺得問題就在這裏 你要將明明的爭議 是已經這麼大 如果你儘早解決它 一次過搞定 就好過你分開三次 大家痛苦三次 所以我們覺得 其實時間表 也都現在是很緊迫的 因為你說2016 現在來 其實都是只剩下五六年的時間 其實特首去做一個 因為他拿報告上人大之前 其實他都做很多諮詢 可能要出幾次諮詢文件 然後才拿到香港人意見 才能夠寫到那份報告 這是需要一些 隨時用一兩年時間才做到的 我們會覺得就是 政府應該把握時間 即是接下來 雖然曾蔭權政府 只剩下一兩年的任期 我們覺得他應該都要開展這方面的工作 就是盡早去做一個政改的諮詢 就是一次過諮詢 未來16、17、20年 那個選舉的辦法 細節是怎樣 然後盡快寫成一個報告 就是一次過建議中央 是 用一個立法的方式去做 這個其實 說要的時間 我相信都要幾年 所以現在其實時間表都很穩 你不能夠說 現在政府不做了 等回去給下一屆特首做 我相信如果你等到 下一屆特首2012年 他上台之後才做 其實時間表很緊迫 未必處理得到 大家的經驗都知道 就算我們05年去談070特政改 或者今年談2012的政改 社會上面都有很多不同意見 甚至很多衝突 但如果一次過立法 其實希望將一個普選的終極目標 告訴市民聽到 看到的目標 再定中間的選舉制度安排 這個其實是否的好處就是 如果我看不到目標 假設我們只是談一六 甚至一七的下一次 看不到目標 市民有很多憂慮 變成都不知道 將來的目標是怎樣的時候 有很多衝突出來 當有目標清清楚 是甚麼時候 如果談一六一七的時候 是否會順暢一些 或者社會去推動政改 可以更容易一些 這個一定是其中一個原因 即一次過立法的好處 就是如果你鋪鋪清那種方法 就是其實每一次 我也不知道下一步是怎樣的 對很多支持民主運動的朋友 他們會覺得 我為甚麼要支持一個方案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去到普選 用余曉明的說法 就是我寧願原地踏步 我也不想行差踏錯 但如果你用一次過立法的概念 就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因為我們會很清楚知道 一六的選舉怎樣去邁向2020的普選 然後又怎樣去到一個迎一七的特首普選 整個路線圖就很清楚 不單有時間日表 亦都有很清楚的路線圖 社會上的爭議才可以化解到 否則一定會有很多的朋友 會覺得為甚麼要支持這個政改方案 我也不知道他會帶我去哪裏 或者這個是不是都可以 給中央政府可以透過一次過立法 更加給到香港人一些信心 以往就是大家都不知道目標是怎樣 很多憂慮很多擔心 與其時間表是怎樣 中央政府在2017可以普選特首 之後最快2020 就應該可以普選立法會 但很多人都不信 你這樣說而已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今次談政改 你說是真的 但你又沒有甚麼保證 但一次過立法是否可以令到市民多些信心 起碼是否保證到目標真的有普選 再談中間的過程 如何去改良立法會和特首選舉 是否真的可以給市民多些信心 你覺得 你會見到過去那次 剛剛那次政改討論的時候 大家主要爭議就是 未來的中逆普選 到底是一個真普選 還是假普選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爭議 原因是因為他不知 只見到時間表 但沒有路線圖 不知道到時那個選舉辦法是怎樣 特首會不會說普選 但有一個高的提名媒欄 有西選機制 就是立法會的普選 原來是有功能組別的 大家不相信 擔心這件事 才會令到出現這麼多爭議 如果中央政府其實 真的有決心 在香港落實民主政制 也都希望香港的管治好 我覺得我覺得 應該再那個步伐 要賣得大步一點 就是盡快將那個 未來那個普選的框架 都告訴香港人 讓香港人知道 原來 未來的特首普選 是一個低門檻的特首普選 真的會有競爭性的 是由香港新聞一人一票 選舉我們政府的行政長官出來的 未來的立法會普選 是沒有功能組別的 是一個真正普及而平等的選舉 只要看到主要路線圖出現了一個框架 讓香港人信心 我相信社會上的矛盾 和爭議就可以化解了很多 可以這樣說 既然中央政府都說 2017可以普選特首 特首都說 2020可以普選立法會 與其是這樣 不如一次過攤開出來 處理完它 就不要一次一次慢慢來 市民又擔心又看不到前路 所以這可能是一次過立法的好處 是的 現在的情況其實就是 是一個眾人皆輸的情況 就是社會上的爭議這麼大 對中央來說 亦都不是他想見到 對政府來說 他的管治是很大的問題 商界亦都成為被針對的對象 市民亦都見不到 民主的空間的步伐 覺得是緩慢 其實是一個眾人皆輸的情況 我們覺得 就是為何要推動一次過立法呢 就是希望打破這個局面 而去推動本地立法 一次過立法的時候 其實現在曾蔭權經常說 他只是授權這一屆 在他落任之前 他肯不肯走第一步 曲 我們都未知 是的 其實現在你覺得 要推動一次過立法 市民如果支持 或者你們有想過有什麼計劃 可以怎樣去推動這件事呢 當然要推動一次過立法 這個改革是不容易的 即是說服政府和中央接受這個概念 是要花很大的力度 也有很大的困難 但我相信香港民主運動就是這樣 即是如果我們見到困難 就不去做 結果就是什麼進步都沒有 如果我們覺得這個概念是對的 我們就要想方法怎樣去推動它 即是接下來很快 我相信普選聯會在這一方面 會有一系列的工作去做 就是會採取一個多元的策略 我們剛才提到 有議會的壓力 有社會運動的壓力 亦都有論述宣傳的功夫 未來我相信普選聯要推動一次過立法 亦都會採取一個多元策略去爭取 第一樣 我們一定會透過普選聯裡面的一些學者的專家 去草以一個我們建議的一次過立法的方案出來 即是具體我們會怎樣建議去修改一個基本法 附件一和附件二 一次過立法的概念到底是什麼 我們會有一個清晰的建議 給社會討論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透過這樣才能夠帶起輿論 給公眾關注這件事 第二樣就是議會的壓力 普選聯裡面有很多立法會的議員 透過他們在議會裡面進行一些動議的辯論 質詢給一些壓力政府 亦都是引起公眾的討論 第三樣就是社會的行動 普選聯裡面也有一個社會行動組 有很多跟公民社會很有聯繫的一些朋友 透過他們發動一些社會運動 例如簽名運動、遊行、示威 亦都可以給予另一重的壓力政府 希望透過這種多元的爭取 能夠可以匯聚到市民 對一次過立法、對民主運動的支持 從而給予壓力政府和中央要他們回應 即是普選聯也會有行動 即是可能透過行動或者抗爭 這個手法 又有一些方案提出實質建議 還有對話和各界溝通 去促成這一條溝通對話的路線 是 可否跟我們說一下 我們都期望普選 一次過立法 其實為了什麼呢? 就是為了實現普選 或者普選聯 或者你期望或建議 真的普選的時候 我們的立法會選舉 那個制度又應該是怎樣呢? 你可否跟我們說一說 其實在這一方面 普選聯也有它自己的一個 政制方案的建議 即是我們會建議 未來那個立法會的選舉 是由2020年 是一個全面的普選 產生的立法會 當中一半的議席 是用現在的地區直選的方式 去選舉產生 另一種呢 另外一半的議席 就是一個全港性的 一個名單的投票 其實會有一點點類似 現在的超級議員的一個方案 不過就是 現在的超級議員 就是在一個提名權 和參選權裡面 不是普及而平等的 因為它一定要是 區議員才能夠提名 也都只有區議員才能夠參選 那雖然最終它是 投票權是平等的 但它不是一個 真正普及而平等的選舉 那麼未來我們建議 那個全港性的一個選舉 就是無論在提名權 參選權和投票權 都是普及而平等的 從而去見到 到時市民就可以做到 真正的一人兩票 就是在地區直選 可以選出一人一票 選出地方議員的代表 另外一人一票 去選出全港性議員的代表 透過這樣去選舉 產生一個 真正民主能夠代表民意的立法會 其實現在我們普選的部分 立法會裡面 就是用地區直選 分了五區 當然一人一票選出來 那麼將來普選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建議 一半就是分區 一半就是全港 其實有什麼好處 為什麼不用一種 要用兩種 其實有沒有什麼意思在背後 這個其實跟現在香港的制度 過渡是有一個關係 大家都明白現在 立法會的選舉制度 是兩部分 一部分就是地區直選議員 另一部分就是功能組別的議員 其實所謂這個全港性的一個名單 就是如何將由現在的功能組別 選舉產生的議員 慢慢過渡去變成一個 全港性產生議員的一個安排 這個全港性的一個投票 一個直選的制度的好處 對改革功能組別的好處 就是會給到一個比較大的空間 工商界去參政 因為工商界的參政的朋友 他們有其中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們在處理地區工作方面 就不是那麼好 你叫他們參與地區直選 是很困難的 你會見到其實這麼多屆的 湖歸之後這麼多屆的地區直選 而工商界的朋友的成績 都不是那麼好 但是全港性的一個直選 對工商界是一個好處的 因為他不需要做太多的地區工作 只要他有足夠的全港性知名度 也有足夠的資源去參與這個全港性選舉 其實他有幾大的機會是會當選的 那麼其實那個好處就是 你會提供這個全港性的選舉制度的好處 就是你給到一個有因功能組別的商界議員 是放棄他們現在的政治特權 他們用一個全新的方式 是透過一個全港性的選舉 是再進入回到政治建制裡面 那麼我這個相信對香港那個民主的過渡 對爭取工商界去支持民主改革 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那麼其實可不可以這麼說呢 這個方案的設計其實又兼顧到一個現實的考慮 又或者要促成這個溝通的路線的時候 我們也要兼顧各方 如果只是顧一方不顧另一方 就可能實際上未必推動到 而正正就是一次過的立法 其實又寄給市民看到一個普選的目標 給市民一個信心 而這個方案的設計 都給予到不同各國的利益團體 它都可以有參與 透過這些方法去推動到香港落實普選 至於最後能否成功呢 我們當然不知道 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 在香港推動普選 就一定要有大家的參與 沒有大家的參與 香港的普選就真的很難推動 那今天呢 也多謝了Brown跟我們說一下 香港爭取民主的策略 那最緊要都是爭取民主 用什麼方法都一定要有市民的參與 有你們的努力呢 我們相信普選才可以來到香港的 那今天德先生雞精班到這裡了 那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